8屆金马掌颁奖典礼 将在27号登场 执委会在昨天 也曝光了金马58 入围荣耀拍摄计划的成果照片 总计有119位入围者 参与拍摄 现场众星云集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迪安在30年前因为推手 从本屆评审团主席 黄建业的手中 结构了他人生的第一座金马掌 30年之后 两个人再度同台 让有一块揭晓 本屆金马掌最佳剧情片 执委会在16号 抢先曝光119位入围者 荣耀大合照 现场众星云集 准影帝入围者 除了吴振宇 因为行程无法配合缺席外 柯振东 邱泽 以及郑仁硕都帅气亮相 迎后方面 无法到场的林嘉欣 则是以合成入境 与贾静文 王静同场争验 金马星光翼翼 就连颁奖嘉宾 阵容也不容小觑 包括像是导演李安 还有金马影帝莫子怡 陈以文 金马影后 陈淑芳 杨贵妹 陈湘琪等历届得主 都将出席担任颁奖嘉宾 不过这次的亮点还有 白鹤亮翅 由李安指导的推手 30年前让他从本届评审团 主席黄建业手中 接过他人生第一座金马奖 30年后 两个人将再度同台 要一起揭晓 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讲落谁家 也成功为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再添话题 继续台北最后报道 继续台北最后报道